传统来说,很多客人都有一个财务部门 都会做一些计划、计划和计划的程序 但是很多时候都局限于财务部门 EnnaPan其实是做一个合作计划的方式 其实现在我们希望如何透过合计划的方式 来与不同的部门去做一些协作 譬如,财务部门的预计可能是由销售部的影响 或者是由企务部门的角度的影响 我们怎样可以拿到一些行业的资料来做我们的分析 来做我们的财务部门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合作计划 EnnaPan就是一个合作计划的市场主席 我们刚才说的合作计划是说不同部门之间的协作 其实每个部门的计划都会很不同 传统的工具,譬如刚才所说的EPM工具 可能很多时候都会注重于财务 它亦都有很多系统上的限制 即是说你要就一个系统去设计你的计划 但是在EnnaPan来说 我们是一个比较励化 highly configurable 即是说不需要做太多的计划 不需要太多的technical effort 我们就可以去设计一个模特儿出来 所以在EnnaPan来说 我想那个flexibility和agility 就是我们给其他工具优胜的地方 Lovus Consulting是一间2015年成立的公司 我们是一间Portique Consulting firm 我想我们的理念就是如何用最少的资源 去导致做一个最大的价值给客人 我想我们的优势就是助于我们非常之灵烈 因为相对于其他比较大规模的计划 很多时候它会有一个overhead 令到那个project的cost会提升 当有任何的changes在那个requirements上面 亦都会令到产生了一些additional cost 但是对我们来说 因为我们的规模会比较小 我们可以容许它有多一点的flexibility 我们可以更加多一点去接触客户 了解客人的需要 然后跟着从而和客人 即是好像work as a team 去implement一些project 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体现到就是说 到最后客人是会开心的 因为客人知道我们真心去 为他去想一个solution 就不是纯粹是一个客人 和一个bender的关系 所以到最后很多的一些 就算multi-national的客人 他都会很愿意跟我们去合作 好的